只要是人家的文物 我们一定要还给人家 没有人可以从别人的国家 抢走人家的文物 摆在自己国家的博物馆 说是帮人家保管 其实想据为己有 这是可耻的行为 成龙借助这电影 表达自己对文物的态度 也表达国外 过去做过侵略中国的国家 把中国文物拿走了 放在自己博物馆里 这种分开 所以就是这个电影里有这个 一下子境界就升华了 所以也就是说呢 盗墓电影也与时俱进 不光是我刚才说的 神秘力啊刺激啊 好奇啊惊险的宝藏 它里头也会加上一些 与时俱进的概念 那为什么现在你看 中国这个拍盗墓电影 基本都是天下霸唱 和南派三叔的原著呢 因为这两个作者 虽然不是说是 善于按照电影的方式 来树立一个丰满的人物 其实我们看 以前咱们看鬼追灯里 什么胡八一王凯璇的 都很单薄这个人物形象 不那么丰满 但是这两个人呢 南派三叔和这个天下霸唱 非常善于编 有的没有的 多神奇古怪的 各种怪力乱神 不着编辑的 他赶往前编 结果把这个地下世界 这墓穴弄得奇幻无比 鬼奇无比 所以中国的盗墓电影的特点呢 就要在这个墓穴里边 大作文章 弄得非常鬼奇 非常玄幻 你看沃尔山 他的这个寻龙爵 其实故事情节 真的一般 但是呢 特效画面做得很好 让你看着 你笑话 不用说了 李仁港就玩特效 玩大场面出身的 你看过去他拍那 什么天降雄狮之类的 咱们也看到了 玩大场面没问题 玩大场面出身